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我是周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12月27日 经文是在《雅歌7章1-9节》 题目是同来敬拜如跳舞 王女啊,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圓潤好象美玉,是考將的手造成的 你的肚子如圓杯不缺調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墨子,周圍有百合法 你的兩宇好象一堆小鹿,就是沒有鹿雙生的 你的頸項如象牙台,你的眼目象欺實本 巴特拉平門旁的水池 你的鼻子彷彿朝大馬式的利巴亂塔 你的頭在你身上好象加密山,你頭上的法治紫黑色 黃的心,因這下垂的法計係住了 我所愛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悅,使人歡唱喜樂 你的新娘好象中樹,你的兩宇如同其上的果子淚淚下垂 我說,我要上這中樹找著枝子,願你的兩宇好象葡萄淚淚下垂 你鼻子的氣味,香如蘋果,你口如上好的酒 新娘說,女子說,為我的良人下煙書長 流入睡覺的人的罪中 究竟作者作這首詩歌的意圖何在呢? 哪一個解釋比較接近呢?仍然是一個謎 希伯萊文和英語學者馬西亞佛赫選擇理解第一至第五節 就是耶路撒冷的眾女子的合唱 他們要求蘇拉蜜女回來 你回來你回來,使我們得觀看尼亞 第十三節上 蘇拉蜜女回答 你們為何要觀看蘇拉蜜女,再觀看馬哈涅跳舞的呢? 第十三節下 除了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在第一節至第五節讚美她的美麗無瑕 這是其一的解釋 新國際日本英文版就以第十三節下 和第一至第五節為新郎的說話 她直接答覆那些耶路撒冷的眾女子 在第十三節上說要觀看蘇拉蜜女的要求 這樣看來,似乎新娘的跳舞只是被新郎獨自欣賞 蘇拉蜜女為新郎跳舞 並不是為觀眾直上的耶路撒冷的眾女子跳舞 我在昨天的靈修當中 我的結論就是 這是一個婚禮中的跳舞 亦同是一個海旋之舞 因為神的天上軍隊和他的地上軍隊聯合 獲得勝利 如果這是神追求他眷愛的以色列 這就是以色列用跳舞去慶祝 神與他合作,勝過那些不敬虔的民族 就是他們的共同敵人 如果是基督追求他眷愛的教會 這就是教會用跳舞 在羔羊的婚宴去慶祝新郎的勝利 以色列的跳舞正如教會的跳舞 是敬拜的一個類別讓神和基督享受 敬拜的焦點就是神與基督再沒有別 我為何要敬拜呢? 我如何敬拜呢? 我敬拜的稱我為屬於他自己的愛人 當我與完美和美麗仍然擦天共地時 他已經將他的愛綁緊在我的身上 他走上戰場為了拯救我脫離罪國與死亡 本來他全然可愛五章十六節 但他反倒成為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的人 以色亞書五十三章三節 他忍受憂患激打和鞭傷 好叫他能贏取我成為他的新娘 他恩著勝利使我正當地單單屬於他 我以敬拜去回報他的愛 他是佩得的 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敬拜呢? 我容許我整個人去沉在這個敬拜之中 就是從思念神作敬拜 就是從服從神的旨意來敬拜 就是從讓我的熱情在心中 敖燈的 以至到我淚如全湧的 以喜樂的感恩來敬拜 就是以大聲呼喊 高聲唱頌去尊崇神作敬拜 就是以讚美的跳舞 在神的面前敬拜 我為耶穌跳舞 而我與耶穌共舞以此為敬拜 在敬拜的當中 我們的心願奏出同樣的音樂 在敬拜的當中 我不知不覺 我不是在這裡表演 我只是活出真我 在敬拜的當中 我是真正的活著 這就是詩人形容當新郎見到新娘的腳在鞋中 新娘圓潤如未動的大腿 她如圓杯的肚腹 她如捆著墨子的纖腰 她如一對小鹿的乳房 她如象牙的頸巷 她如水池的眼目 她高聳象塔的鼻子 高貴的頭上垂圓掛尖一般的長髮 是的她在跳舞 她的動作迷住了王的心 我可以這樣說嗎 當新娘掩然在舞蹈中敬拜新郎 新郎也好像在欣賞一樣敬拜她 第六節至於第九節 苗繪君王都被她的新娘吸引 她極之願意現在與新娘親密 她被新娘的美麗和愛情牽動了 婚姻是神給丈夫和妻子的禮物 這是排他性和聖結 婚姻的結合仿如在至聖所之中 當我們真正彼此相愛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聖地 當我們一同禮敬拜 讓我們一同禮敬拜一同禮跳舞 各位弟兄姊妹 讓你的全人都投入 再敬拜上帝我們的主 多謝大家收看 願主祝福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靈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的通知 謝謝 謝謝